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啊 来 继续啊 好好好 干谁了 干你了 三万 胖不胖 一笔 二桶 佩琪 茶来了 你喝啊 给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慢慢玩啊 说的也是啊 水果也切了 茶也重切了 都齐全了啊 来吧 各位姐姐 张义太 咱们走吧 佩琪啊 这好端端的怎么走啊 我在家里头闷 不想在这里玩 来 我请你们看电影 走吧 好 好 好 开成 这里就麻烦你好好收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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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老一发电报说他要来了 少爷 少爷 啊 啊 啊 什么 老一发来电报说他要来 啊 大哥 妹子 哈哈哈 来来来 快去屋里坐 屋里坐 请喝茶 来 喝茶吧 嗯 妹子啊 几年不见面 我看你的气色不怎么好啊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呀 身子是还好 就是心里面不舒坦 啊 对了大哥 他们选的那间铺子你看过吗 怎么样 还行吧 嗯 那铺子不错 各方面的条件都挺好 啊 妹子 当年媚婿浩天的燃场倒了 啊 那时 我的情况也不好 无能为力 这件事 我一直耿耿于怀 哎 做生意嘛 起起落落难免的 所谓 风生水起 时来运转 你现在 不就是这样吗 哎 哎 妹子 听说你弘济将员也做得很好 幸亏有凯程 哎 他人呢 他收账局了 哦 嘿嘿嘿 这次药中 能找到这间铺子 他出了不少力 我本想当面谢谢他呢 是啊 我也该跟他当面道个歉 爹 凯程真能干 不但替我找铺子 还说要帮我找助手呢 嘿嘿嘿 这年轻人不错 妹子 能得子家叙 你真是有福啊 哎 凯程再好 总是别人家的孩子 哎 妹子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这八年来 凯程把洪家操持得不错呀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事啊 就不提了 大哥 你这趟来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啊 其实我这趟来 除了是看看洋行的进展 另外 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 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让你帮忙的事不难 就是想请你 给耀忠物色一位好姑娘 爹 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 大哥 耀忠一表人才 家事又好 要帮他找个好姑娘 那还不容易 他呀 眼高于鼎 你嫂子不知给他找了多少位好姑娘 他偏偏一个都看不上 原来是这样啊 好 我尽力去办 姑姑 您不用猛了 不用替我介绍女孩子了 为什么 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好小子 有了对象 也不让爹知道啊 还傻笑 耀忠啊 是谁家的姑娘这么厉害 让你动了烦心 可惜啊 我这是自作多情 人家不接受我 这孩子 耀忠他究竟看中了谁 要是我能从中撮合 牵了这条红线 舅舅更会对我刮目相看 更会赏识我 攀上这层关系 那我也水涨船高了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把红纪做到今天这番局面 要是那老太婆跟我翻脸 把我踢出去 这个园子这个匠场 甚至红家的一切不救 不行 如果我斗不过那个老太婆 那不还算是个男人吗 这几年不就白混了 白辛辛苦苦了 不行 对 只有把苗记斗不好啊 我抢了苗记的生意 我们红纪才能够更加壮大 到时候 那老太婆就不敢小看我了 就更肯定我 更相信我 到那时候 我就可以一手揽拳 一手揽钳 太好了 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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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们一直在赶工 所以忘了通知你了 郑刚前两天就已经回来了 没事 不过郑刚我这次来找你 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请说 王凯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 我觉得我爹带着红纪 我很担心 你担心什么 王凯成 这人本身心眼就小 我跟他又根本不对盘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担心我爹留在红纪 他会处处为难我爹 对我爹不利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让你爹离开红纪 到我们这儿来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子豪 你爹做将的功夫那是没话说 红纪能够有今天的江山 也是他打下来的 只是他这么一走 那红纪可以说是少了一条胳膊 断了一条腿 这么一来 红纪很可能就会一蹶不振 相反如果他来到我们苗纪 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 我们绝对可以压倒红纪 打垮红纪 可是做生意成就事业 本来就是各凭各的本事 输赢也自然有定数 更何况 人有兴衰 术有枯荣 做生意只有竞争才能分得出优劣 真刚 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子豪 你说得没错 可是 红家对我们恩重如山 我们从小被红家养大 我们总不能看着红家垮 是啊 就算我们生意做得再大 再成功 赚再多的钱 可是红纪如果被我们打垮了 那我们的成功就毫无意义 我也对不起我爹的在天之灵 真刚 我想这样说 有你这位朋友 真的是我的荣幸 我更想说的是 像你们这样的夫妻 真的很令人钦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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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么急 咱们也不能缩短酿造的时间啊 他要是肯答应了 他就不叫王凯成了 这个介绍 抽烟 陈师傅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将员 去 刘师傅 王师傅 汪大贵 你来得正好 我们 等等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位师傅 大伙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一下 都过来 掌柜叫你们过来 少不了你们钱 快点 快点 过来 过来 这是什么事啊 站好了 站好了 各位师傅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这位师傅是苗记的主条师 这次重金把他聘过来 他是资格最老 技术最好的一位师傅 他和黄师傅刘师傅一样 负责下颜和志趣的工作 希望以后啊 你们大伙能好好地配合他 知道了吗 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 乌爷为你们话呢啊 说话呢 都哑巴了 啊 翔子 好啊 你让我们说什么 是不是让我们 大声地欢迎这位 背叛自个儿东家的叛徒呢 怪不得 原来陈师傅你早就另有打算了 难怪之前你会为一点小事 而离开苗记 枉费二少女 那么敬重 那么照顾 不过王掌柜的 这府邸抽薪之际 也只有像你这种人才想得出来 高 真是高招 不过这招虽高 也只有对那些 挂连贤齿 吃力爬外的人管用 碰到像我黄子豪这样的人 可是一点折都没有 陈师傅 咱们虽然宿命平生 不过您可是位想当当的师傅 希望我们大家今后能够和睦相处 互相切磋 爹 您说得对 互相切磋 总比互扯后腿要好得多呢 王掌柜 我替苗记的红震纲 向你求情吗 求你放过她 我求你高抬跪手 不要再挖她的墙角 抛她的根苗了 否则 你会造报应的 黄子豪 你 你太娘吃了熟心抱她了 跟我们贵也怎么说话的 你小子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小子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王掌柜 犬子就是那张嘴不饶人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恶意 请您千万别跟他计较 好 黄师傅 没关系 子豪一向心知口快 可能他对我成见太深了 回去之后 您可一定要好好地开导开导他 黄掌柜 您放心 我会的 爹 了不起我们不干了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低声下气地跟他讲话 别说了 子豪 子豪 走吧 走吧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大伙忙自己的事去吧 来来来 干活 干活去 来来来 子豪 干活 干活 黄师傅 黄师傅 你们想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给我打啊 给我拉去 起来 黄师傅 你他娘的不是挺神用的吗 敢当众给我们故意难堪 他妈招死了你 你 交打呀你 打 打死你 哼 妈 走 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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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儿吧 小心点儿啊 你怎么像个傻瓜一样还笑得出来啊 要不是我送你去医院 你连命都没有了 是啊 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疼了 三个打一个 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算了 反正 我也不打算回轰迹 可是一想到那个王凯成我就 没关系 你不用怕我生气 我哥实在太过分了 我找他算账去 小婷 算了吧 你哥哥已经不是以前的王凯成了 他现在完全变了 他根本就不懂得亲情 不懂得伦理道德 你去了也是白去 不 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就算他变了 可是他还是个人 总会有良知的 哎 怎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这样看我 如果我一辈子都能这么看着你 那该多好 无聊 你知道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直爱着震刚 虽然那是一份无法回报的爱情 可你仍执着地爱着他 那么善良 那么寂寞地躲进自己的小天地里 你不让佩山难过 更不让震刚痛苦 就凭这一点 也就值得我钦佩 这说明了 我的眼睛没有看错人 而我的心里也没有爱错人 我没有什么值得你钦佩的 我只是不想伤害佩山 也放不下震刚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是迷恋 可迷恋是可怜的 痛苦的 但我还在坚持着 曾经沧海南渭水 除雀无山不适云 子豪 你很好 你一点都不比正刚差 我欣赏你 也喜欢你 可是 我的心早就已经被正刚占据了 就算我接受你 我也没有把握 我会把整个心都给你啊 小婷 我不奢求你把所有的爱都给我 但在你心里 只要有一个小空间是属于我的 对我而言 就足够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小婷 你可以要求我为你做任何事 我只要求你 让我可以陪在你身边 守护你 照顾你 让我能看着你笑 看着你哭 和你一起放风筝 有机会 我还可以替你把树梢上的风筝给捡回来 你怎么那么傻 怎么那么傻 是的 我是很傻 我宁愿我自己傻 我也不要让你去守着那份绝望的爱情 一个人孤苦伶仃 住在那挂满风年的小屋里 我不要你寂寞 不要你痛苦 更不要你 就这样耗尽你的青春 爱情 就像火一样 如果你停止燃烧 那爱情之火就会熄灭 小婷 我要认真地告诉你 我对你的爱情之火 是永不熄灭的 小婷 你就哭吧 把你多年来的不满 全都宣泄在我的身边 只要以后我在你身边 我就不会让你痛苦 不会让你孤单 我要你 做回那个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王小婷 不离开心心 烛帘 心愉厚 山爱 西阳时 情人 愿摇曳 静息 喜相思 相思 相思了无意 嗯 惆怅是轻狂 神女原是梦 居处本无狼 温先生 对不起 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 请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小婷 我 您请回吧 小婷 你只是还不知道我的好 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多一点时间 你的心 一定会属于我的 别碰 别碰 没关系的佩珊 玩具钢琴嘛 就是要给孩子们玩的嘛 这玩具实在太贵了 你以后再看到那个可怜的卖货郎 你就直接给他钱得了 其实这也不太贵 来 评评 夫人 夫人 老爷 阿恩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一直哄不好 他一直哭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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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不哭 安安 乖 安安 不哭了 不哭了 安安 安安 鬼弟 佩珊 来 把孩子给我 平平来 帮爹拿着啊 你可真重啊 安安 不要哭了啊 你看这个好玩不好玩 你听啊 你听着啊 安安 你试试 她好像很喜欢这琴呢 是啊 这是小孩子的天性 对新的玩具 她当然感到好奇 而且之前我请教过医生 音乐对治疗自闭症会有效果 那以后 我就经常让安安弹琴 多给她唱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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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姐姐玩一下 好玩吗 嗯 来 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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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都是翔子那个糟狗 他们竟然三个人一起打我 我挂不敌重 所以就被打成这样 翔子 那不就是王掌柜身边的人吗 没错 就是他 这肯定是王凯成的混蛋 教授的 真是太可恶了 他又不想起了 我在弘迹卖命工作了几十年 他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他居然这样对待他 爹 打都打了 您就不要再生气了 我自认倒霉 子豪 我平时就跟你说 不要顶撞王掌柜 你偏不听 你娘在天之灵 要是知道你伤成这样 不知该多伤心呢 子豪 好安不吃眼前亏呀 以后 你别再跟王凯成对着干了 以免吃亏 知道吗 爹 您就不要再劝我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会再回弘迹了 我劝您也不要再回去了 爹 您年纪大了 就在家里好好养老吧 像王凯成那种人 根本不值得我们父子为他卖命 还有 工作我会再找 绝对没有问题 到那个时候 爹您也不用担心 可咱们答应过二少爷呀 爹 现在 现在弘迹里面 是由王凯成把持着 二少爷根本回不去 爹 您在弘迹 忠心耿耿 尽心尽力了吧 我想 这已经对得起洪老爷在天之灵了 你别说了 这个 我自有主意 爹 你好好想一想 王凯成 他从苗迹 把陈师傅给挖了过来 他根本就不是欣赏陈师傅的手艺 他是要拖垮真刚 你再想想 如果你现在还待在洪记的话 那岂不是跟苗迹为敌 跟朕刚过不去吗 不 良情择磨而期 贤臣 择主而逝 这都是您教我的 难道您忘了吗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 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洪萍萍又是你 你管我们干什么 你们把小鸟放了我就走 笑话 好不容易抓来的小鸟 凭什么要放啊 大哥哥你们看 那只小鸟多可怜啊 他要是死了 他妈妈找不到他 那可怎么办呢 他又不关我们的事 与我不相干 你快带你的白痴弟弟走开了 烦死了 就是走开了小白痴 你不许骂我弟弟 你把小鸟放了 不放 你把小鸟放了 就不放 快走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邱姨 我们在这儿呢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走 我们去把他抓住 走 我们去玩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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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姨 我们在这儿 灵灵 这么晚了还在林子里玩呢 快 赶快带弟弟回家吧 安安呢 安安还在林子里呢 我带你去吧 走 快点 快 邱姨 安不见了 这 这怎么办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怎么办怎么办呢 你别急 先回去告诉你爹 我再去找找 好 好 快去 安安 安 安安 安安 你在哪儿啊 安安 你快出来呀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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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孙孽 是安安的声音 快 四处去看一看 怎么样 用别看到安 将冈 快 将冈 妈 快点 你出来呀你 有声 快来帮我 来 来 来 我可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是 安安 不哭 不哭 乖 安安 不哭 不哭 乖哦 安安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乖 乖 不哭了 娘 在这儿呢啊 乖 不哭了 娘 可能今天安安被惊吓了 可能还是有点害怕 啊 萍萍 没事的 你别担心 安安就快睡了 娘在这儿陪你们啊 乖乖 快睡吧 乖 老天爷 老天爷 求您赐予我 力量 智慧和勇气 就算再苦 再累 受再大的折磨 我都愿意承受 只求你让我的儿子安安 别再受苦受难 如果这真的是前世欠下的孽障 我愿意一个人来承担 我求求你 让我的孩子能开口说话吧 能叫我们一声爹娘吧 我求你了 我 我 别伤心了 起来吧 别伤心了 起来吧 别难过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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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安安一直是我们心中最大的一个结人 不过我相信我 我们的爱会温暖她的心 我们的呵护会激发她的潜能 别伤心了 一切都会好的 好 再说 老天爷一次一次的眷顾我们 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度过难关 你看 我的生意快好了 厂里头孙老爷给我的那些订单 马上也能交货了 我们应该高兴 应该感恩才对吧 嗯 我们是该感恩 该感谢上曹对我们的照顾 该感谢身边那么多帮助我们的人 嗯 抱着感恩那些生活 日子会舒逃很多 夜深啊 尽风休息吧 嗯 这一次孙老爷的订单能够顺利出货 多亏大家没日没夜的加班 来感谢各位 这杯我先敬大家 谢谢 谢谢东家 来 东家 该道谢的应该是我们这一伙 你让苗记化险为仪 保住大家的工作 您才是最辛苦的人 不不不不 应该是我感谢大家的 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 画危机为转机 不但解决了厂里的窘境 而且还接到了新的订单 照这个形式啊 今年过年的洗面就有着落了 大家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是啊 对了老胡 待会吃完饭呢 麻烦你到梁行去订豆 东家 今年秋天黄豆欠收 这都年夏了 我怕不能买到足够量的豆料 没关系 有多少买多少 我们敬礼而为就是 可是东家 如果豆料 不足以应付新的订单 那可怎么办呢 没事 我想办法吧 好了 吃饭别想这些事 来 待会儿吃吃吃 来吃吃吃 来吃吃吃吃 来 谢谢 开成啊 这次多亏你的帮忙 央行办事处才能这么顺理 来 我敬你一杯 哪里哪里 要不是舅舅抬爱的话 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啊 应该是我敬您才对 来 爹 开成 你们就别进来进去的 来 咱们都干杯 好 祝咱们洋行啊 能够生意兴隆 门庭若市 生意兴隆就好 门庭若市 那我就忙翻了 做生意嘛 要忙才好啊 是啊 忙才好啊 来 干杯 来 对了 再过些日子啊 我们洋行啊 就要开张了 开张之后呢 得有人来帮衬着耀忠啊 开成啊 我听耀忠说 你要给他介绍一位 既懂洋文 又通生意的助手给他 叫什么名字来着 黄子豪 对 黄子豪 他答应来吗 这两天我正在想这件事呢 不过一忙就耽搁了 不过您放心 我会尽全力促成这个事情 用对了人 就能如虎添翼 世事得心应手 开成 一向精明干练 你推荐的人 一定错不了 舅舅您过奖了 其实 开成啊 你就别谦虚了 这几年 你在洋家的表现 是有目共睹的 你放心 你只要把这件事办成了 舅舅不会亏待你的 能替您做事是我的荣幸 哪敢要什么回报呢 来 雅忠啊 你看看凯成多会说话 来 再来一杯 好好好 来 很好吃 你少动我开心了 我没动你开心 小婷 这段时间 多亏你天天过来 给我做饭吃 所以我的身体 才会养得这么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 你以后天天能来给我做饭吃 想得美 怎么 不可能吗 对了 小婷 还有一个好消息 忘了要告诉你 我跟我爹已经商量过了 等我这商一好 我就离开洪记 去苗记那边 帮震刚拓展香港方面的市场 真的吗 你要去帮震刚哥 是 怎么了 不开心了 没有 小婷 我说过 只要你心里 有一小块地方是属于我的 那对我而言 就知足 对不起 让我忘记震刚哥 我是做不到的 不 小婷 你说过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你是不可能忘得震刚的 我也没有必要让你忘掉她 我只是觉得 要离开你去苗记 心里很舍不得 哥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问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跑人家家里来干什么 是吗 汪凯诚 你可以把小婷一个人 孤零零地放在一个房间里 就不允许她出来交交朋友吗 难道说 小婷连出来交朋友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好 好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这次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其实 上次你还记得吧 我跟你说过 帮你找了个好差事 其实是佩琪的舅舅 开了一间洋行 她问我哪里有懂洋文 又会做生意的人才 我立刻给她推荐了你 希望这次 你可以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 过来帮我 好 王瞎子看戏 装模作样 我说王凯诚你少来了 你让翔子把我打成这样 你还有脸让我替你做事 好 你现在就站起来跪地向我磕头 我答应你 怎么 你做不到啊 连你都做不到 那我怎么可能 替你做事呢 我说明天我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